第1511集 三头龙最终消失 但却挣扎了片刻 这就显得有些害人了 那个人随意意志而已 就能跟最强天节碰撞 不过 这天节来得快消失的也突然 整座岛屿外围 被时光碎片覆盖 遮蔽天际 刚才也是时光碎片激荡节 露出了一道缝隙 才导致天机泄露 雷劫降临 不要理他 只是楼翼而已 帮我夺冠 那个周身都被一团 乌光覆盖的生灵喊道 有激动也有焦急 他在跟老谷激战 那时光都被打得颤抖 两人争夺使馆 已经到了白热化 身穿赤色甲咒 曾经施展出 梨达秘书的那个人 如同梦幻空花 从原地消失 下一刻就出现在老谷进前 轰击石棺 几乎是同时 楚风也杀过去了 帮助老谷对抗 并要夺石棺 轰隆一声 五光倾斜 那个修炼七死身的生灵 周身死气澎湃 疯狂注入石棺中 而后一脚踏在天津石棺上 转头向着石棺扑去 太快了 推开 老谷吃了大亏 在电光石火间 他竟对楚风这么喝道 让他不要接近 就在这个时 石棺解体了 而后能量气息 瞬间爆裂开来 血光四溅 老谷暴怒楚棺 露出真容 这一刻 那身穿赤红甲皱的人 磕血打飞 石棺炸开时 对他冲击太大了 此外 那修炼七死身的生灵 也在大口磕血 不过 他成功的 跺一向石棺那里 终究是要得手了 老谷出事 他的样子 让所有人都愕然 唇红齿白 一个典型的翩翩美少年 一个正宗的小白脸 竟没有一点老态 此时 他傻意无边 有人在施展 他大哥的秘书 同五疯子一脉的人 走到一起 让他忍无可忍 碰的一声 这时 那修炼七死身的生灵 抓住了石棺 让楚风的心 都跟着沉了下去 这件古老的器物 第一次易主 丢掉了究极石器 楚风的心沉了下去 这当中影响之大 唯有他自己最明白 他一路走来 能有今日之成就 同这个罐子 有莫大的关系 当中有三颗种子 是他崛起的根本所在 牢固长发飞舞 身材修长 眉心有个莫名的 赤红花纹印记 一副翩翩美少年的样子 但是他却杀气滔天 眼神冰冷 老谷 你怎么成小白脸了 即便是这种关头 楚风还是忍不住提了一句 被人服杀 虽然愤怒 但是现在能改变什么 他在尽量让自己放松 平静下来 想出最好的对策 关于老谷 的确太出乎楚风的意料了 老谷说话时非常苍老 结果这小模样也太嫩了 老夫这次在了 提前出事 蜕变不完整 无法正常恢复功力 只能从头再来 老谷说话时 果然依旧苍老 对面两个生物都诧异 盯着他们看 不过那两人相当的镇定 戴着冷酷之色 一切尽在掌握中 现在他们占据主动与优势 而且 不远处守着血脉树的四头生灵 也在逼急 堵住牢骨于楚风的退路 楚风叹气 今天也不能说是大意 只能说敌人足够强大 掌握有五疯子亲自加持过的经书 还是这般的谨慎 竟隐伏在暗中 时刻准备猎杀 等到他与牢骨两人 对于那微距过来的四个生物 牢骨并没有任何距异 虽然那四个也是神王 但是绝对比不上眼前这两人 一个是五疯子一系的天才 一个是他大哥那一脉的传承者 都非常强 尤其是前者 居然在修炼七死身 这就恐怖了 那个被一团无光笼罩的生灵不能轻易碰触 不然会被死之力侵蚀 这个人太强 老骨提醒楚风 什么是七死身 楚风很不解 居然让老骨忌惮到这个程度 甚至在刚才的对决中吃亏 他可知道 老骨连一荒族的神王都无惧 居然非常在意这个修炼七死身的人 所谓七死身 是只要死七死的人 老骨一句话而已 就将楚风震住了 现在 现场气氛很紧张 双方都在对峙 没有急于出手 死七死 老骨点头 案中告知具体情况 这世界 有些人资质平凡 想要进阶很难 唯有坐死官突破方可 成则画龙飞帖 百则允为枯骨 而这样的人 在最为凶险的坐死官过程中 逆转生死 一旦紧急 实力都非常强 远超一般的进化者 由古之前贤总结经验 为了追求极致强大总结经验 开创出七死身 普通进化者那是迫于无奈 为了突破去坐死官 而史前前贤中的财情绝艳者 却是主动研究这种坐死官的过程 是为了更加强大 后者原本进阶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却要在超脱中走向至强 追求同层次的极致强大 从而也就有了七死身 你别告诉我 这种人在突破是要做七次死官 七死七生 就是这样 老古点头又暗中告诉他 你想啊 做死官七次 就意味着要真正的死七次才行啊 世上有几人敢这么冒险 但凡成功者莫不强大无边 同层次无敌 每次进化 每次冲击更高境界 都要死七次啊 所有境界都如此啊 楚风简直不敢相信 看向对面那个 被乌光包裹的生灵 真正的忌惮起来 真有那样人的话 我大哥都不是对手 看到就得跑路 这是他当年亲口说的 进化的境界划分 可不算少 每一个境界突破前 都要死七次 这开什么玩笑啊 谁也做不到 事实上 单一境界的七死身 逆转七次生死 都极其艰难 局势茫茫 又能有几人可做到呢 五疯子一脉都是疯子 他的后背中 居然也有人在修这种法 果然可怕与强大 他透露的信息说明 五疯子就是这种人 当初修过七死身 五疯子当年 在几个境界修成七死身 瞎说什么呢 一个境界能修炼成 七死身的身物都极少 古来含有 至于五疯子 我想某一境界应该圆满了 或许在两个境界 练过七死身 不然对付他时 怎么会让我大哥那么费事 他摇头 其他人别说多个境界 就是某一个境界的七死身 能练到死三次 就算是天纵之姿了 正常的生物 逆转一次生死 就算是奇迹 更遑论三次以上 那么眼前之人呢 此人所图甚大 他在身亡层次修七死身 一旦成功突破这个境界后 那就是天下最强天尊 同层次的话 那几乎无人可制衡 不过 此人应该只逆转了三次生死 离七次还远 才三次啊 楚风亚人 劳骨不满 你什么态度 你觉得我说的七转生死 很轻松是吧 事前那么多英劫 辈出的时代 都没有几个人做到 在神王境界 有过三次经历 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号称三转绝亡 什么意思啊 楚风看着他